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任君老师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卷股价指数盘中目前下跌了200点 那当然又是跟乌克兰有关系 那现在美国告诉你说 俄罗斯可能在48小时之内 会全面的入侵 全面的对乌克兰开战 所以全市场就产生了一个恐慌的气氛 台北股票市场今天也受到了一些冲击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把危机化为一个新的转机 你要怎么在这个危机当中 找到好的标的 找到好的股票来去做布局 因为当你的买点是对的 未来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新的转机了 那其实台北股票市场涨涨跌跌 我讲实在的 你遇到这种大跌200多点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遇到呢 有比跌幅比200多点还要更多的 我讲实在的 去年也遇过很多次了 可是当你遇到这种利空的时候 你的做法是什么 它会影响到你未来 甚至你半个月之后 甚至你一个月之后的绩效 所以我觉得说操作上的重点 我们要是看到未来 不是去看现在的一个状况 比如像说去年9月份的时候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也曾经经过一波跌幅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一个东西 叫做变种病毒吧 可是呢在变种病毒发生 全市场一片恐慌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这一档股票很特别 它为什么很特别 因为量占比从700跳升到350 这根大量长红棒处啊 我说这支股票有人在投卷 所以我们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后面呢它涨到了56块钱 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3305的身帽啊 那创下波段新高涨幅20% 我说来到这个位阶你要小心一下 不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整拉回再来买 回撤的时候再来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所以当它在做回撤的时候 跌到哪里 跌到50.8元 当时加全股价指数比现在更恐怖啊 指数大跌400点耶 怕死人啊 9月22号那一天跌了400多点 那我说买股票啊 强势股拉回加码 下去做布局 成交在50.8元 第二次呢 在10月1号的时候 一样哦 指数大跌了398点 又是一个400点的跌幅 然后呢 跌下来买股票啊 那时候成交在51块钱 那时候他都觉得我疯了 你知道吗 股市大跌 全市场一片恐慌的气氛 那洪老师叫他的会员去买股票 而且买什么 加码身帽 3305的身帽 但是我说他公司是好的嘛 他又有人偷偷在买 有资金偷偷在做进场布局啊 那我只要设定好停损的价位 比如像说我买在51块钱的时候 我就47元回支撑价位 你有跌破我们就停损出场 如果你没有到价呢 你就要抱一个大波段上来 这就是操作的一个方式 那你想要在股票低档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 一定是市场有利空啊 一定是大家最恐慌的时间点 所以呢 跌下来买啊 真的说是在跌400多点 你敢买股票的人 全市场找不到几个啊 没有几个人他可以办得到嘛 可是因为我有公司 我有方法 我看得到这档股票的未来 所以呢 我就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从我买完了之后呢 第一次呢买点46.8元 对不对 在这个位阶点买的 第二次呢买点50.8元 第三次呢买点51块钱 那我三次呢买完之后 就往上创新高了嘛 后面呢股票开始稳定了 指数行情开始稳定了 他的股价就自然冲上来啦 那时候来到59.3耶 甚至后面来到哪里 来到64.7元 有没有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这样子波段涨幅已经高达38个percent了 那我说我这档股票做得不好 因为我在这个位阶点上面我卖掉了嘛 赚了四成 觉得好开心哦 我们把它获利了解 但是我真的卖的不好 但是我真的卖的不好 因为后面呢这档股票居然给你涨到哪里 涨到了90 涨到了92块钱嘛 那如果说假设我在这个位阶点买的 我在这个位阶点买的 我拉回再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后面它涨上去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位阶点上面我们获利了解 可是呢其实你报到后面 它有一倍的涨幅哦 它有高达一倍的涨幅哦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看 真的在这种地方的时候 真的在它低档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判断它 这一档股票它要涨 甚至呢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在 行情跌了400多点的时候 真的拨一个七岔就要死没人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 有没有那个信心下去 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才是一个重点嘛 当然你会看到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告诉你哇现在行情很烂 现在行情很差 那我讲实在的 去年9月的时候行情不烂吗 一样跌了400多点 而且还连续两天跌400点啊 连续出现一个重挫的格局 但是你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你有把握 你有把危机换为转机的话 你后面是大赚钱的哦 你后面是赚非常非常多的钱哦 当时大家都说 老师是一个什么 深茂老师对不对 反正每一档股票涨上来了 我就开始变成那一档股票的老师嘛 但是我不希望当什么股票的老师 我是希望说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在行情这么悲观的时间 有很多好的股票 你可以勇敢的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那你就真的要找一个 看得见未来的人来帮助你嘛 所以有所本无所惧 为什么我不会怕 就是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所有的风险我们都控管得非常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行情再跌 自然有一些被错杀的机会 只要你能把握住那个机会 把危机可以化为新一波的转机的时候 股票市场钱永远赚不完 钱永远赚不完 最怕的是等到你低档不敢买 来到最高点了 来到真的行情过热 这个整个融资维持率都在高档的时候 你才想要去追股票 那时候又后悔啦 因为你等到那个位阶点上面 真的恐怖的时候 真的大家最乐观的时候 往往就是行情破灭的一个开始 所以呢我们在想法上面调整一下 股票跌真的不是不好 我很多次的大赚钱的机会 都是在大跌的时候 他让我买到的 比如像说三六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啊 十月份的时候也是行情大跌 对不对 指数中错的 我告诉大家说 我们去买第三代车用半导体 当时这档股票我看了很久 我说我看了很久 我到这个位阶点才出手 为什么我要出手 因为当时的BICE来到负9.57 两站比200跳升到20 这支股票就是有人在投赚 有资金偷偷在做进场布局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指数一样中错哦 指数跌了多少 跌了180点 跌了180点 我说这一股票开低走高 拉上来 指数大跌 我不跌均线向上还会上量缩回档 继续涨 所以163.5元成交 买完了之后他也没有马上涨上来哦 等到10月19号的时候 开始第一根亮灯涨停 那他开始亮灯涨停的时候 就停不下来了呢 因为到10月20号的时候 他就开始第二根亮灯涨停 到10月21号的时候 就开始第三根亮灯涨停 到11月1号的时候 就开始第四根亮灯涨停 这样一个波段上来 四天的时间要不要 哇 涨了多少 涨了76块半 所以低买真的很重要 但是每一次那个低点来的时候 都是大家最恐慌的时间 当时有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也在放空这一档股票 因为他就觉得他没赚钱 可是老师读句会 我说未来他会赚钱 所以你不能只是看他现在的股价去决定 你要在那个低档的位置 你就知道说这根钩票他可以涨 他会涨 所以10天赚了76块半 到了13天的时候 已经涨了101.5元了 到了16天的时候 已经涨了116块钱了 到了18天的时候 他已经涨了82%了 所以从我们低点下去 做布局的那个位置开始 163块半涨到298块钱 这样涨幅82个percent 那你想不想拿到这种的标的 你想要做到这种标的 他绝对不是在大涨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德维很多市场上的专家都会讲 3675的德维 我们后来卖掉之后我就没有再做进场了 我就没有再做进场 为什么不再买了 因为我最好吃的这一顿我把它吃下来了 那剩下的部分就留给别人了 我也不想要去留恋他 因为有很多的好标的 他现在变成是德维当时的位阶 他现在回到了德维当时的位置点上面的时候 不就是我最好进场的一个机会吗 所以低买很重要 我不是等到他大涨的时候 哇真的 大家一片看好 大家都告诉你第三代半导体很好的时候 你才去做追价 那你就买了 可是你回过头去看 你真的想要买到这种股要 你真的想要在低档下去做布局 这个不就是每一次你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吗 可是当你真的来了 真的机会给你的 指数跌了180点的时候 我相信你又害怕了 大家都会怕 我觉得这很正常都是人性 都是人性 你会用很多很多的言语来恐吓自己 来吓自己 当你发现到说原来你的判断是对的 其实你那个股票是最好的买点 就是在大跌的时候 但是你出不了手 因为心理上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你看到很多市场上的头条 很多的新闻就告诉你说 哇现在有很多的危机 那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乌俄冲突对不对 外媒告诉你说 现在美国警告乌克兰 俄军48个小时之内要全面入侵 对啊 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了 现在如果普丁真的下令要进攻了 我想问同学 真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大问题吗 如果今天乌克兰被灭了 那俄罗斯呢 假设全面被制裁 你觉得对台湾来讲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那如果没有影响的话 影响不是那么样的剧烈 那你股市跌下来 你为什么要怕呢 不就是很多的股票大家不明就里的在那边做砍杀 那这个时候不就很多很好的标的 那种明明就是好的股票 但是你却不敢去做布局 难道真的要等到行情创历史新高了 真的要等到大盘又回到那个高档了 你才想要去追嘛 其实台股还有很多很好的标的哦 还有很多是值得你下去入手的机会 那是恐惧的心理你一定要先克服 那你要怎么去做选股 有些股票我不会碰 跌的再多我都不会想去碰 可是有些股票呢 我就是在等它拉回下去做承接的动作 所以哪一些股票可以去做布局 哪一些股票你应该要避开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运达重复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重复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重复核心操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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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无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 那这则新闻我觉得蛮重要的 非常的重要 那也是跟乌克兰跟俄罗斯有关 那这件事情也跟我们的产业 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台湾拟定对俄罗斯 采取半导体的制裁动作 台湾要对俄罗斯展开制裁 当然很多投资人 你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害怕 因为台湾如果对俄罗斯 半导体做制裁的话 那我们台湾半导体出口 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会不会因为这个关系 然后业绩就衰退 那我必须跟各位投资朋友们说 俄罗斯对台湾的贸易额实在是低到有点可怜 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不用去 你完全可以忽略它 就算真的俄罗斯跟乌克兰整个都消灭了 对台湾的整体的贸易总额影响只有0.7%而已 最多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真的可以忽略掉不计 可是这一则讯息的重要点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台湾居然有能力 可以去制裁别的国家 这天啊 这我有生以来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 你说你美国去制裁别人 很正常 你像美国中央贸易大战的时候 美国一天到晚在制裁中国 那把制裁中国把中国弄到现在 真的爬不起来 很痛苦啊 那日本也是啊 日韩贸易大战的时候 日本直接限制半导体材料出口到韩国 韩国垮了 韩国就倒了 没想到我们台湾啊 今天居然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栽雕去制裁别的国家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嘛 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实在是太重要 太重要 重要到说 连美日这种超级强权 都可以运用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来抑制俄罗斯 来控制俄罗斯 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点啊 我就说台湾的半导体业 是强到你真的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个地步 这个台湾的半导体的未来啊 它的成长前景啊 是一个非常乐观 而且非常高度高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能 那你说你不买半导体 那你要买什么 台湾最强的就是半导体啊 台湾最厉害的就是所谓半导体嘛 所以半导体当中 包括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像台积电的供应链就是如此啊 这些股票现在的价值 真的被低估得非常严重 那你说俄罗斯的制裁 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吗 绝对不会啊 因为你真的遇到 比如像说2018年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2018年中美贸易大战 那时候对台湾的影响 绝对超过现在所谓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可是我在当时 我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 美国在制裁华为的时候 当时华为的单子 是台积电最重要的客户之鸡 它占比大概10%到20%左右 可是我在当时就跟大家讲 我说你把华为的影响性 你把它算进去 算完了之后 你去看看台积电那时候的股价 我说我把华为整个扣掉 EPS大概17到16块 那你算啊 17到16块钱 如果以30倍本益比的话 290块钱的台积电 是不是它超级低估的 这销的嘛 销的真的很便宜啊 所以我说买啊 趁着利空的时候 你勇敢的下去做布局 回档你要敢 在那个低于价值的时刻里面 赶快下去做切入 所以趁着利空我买股票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算台积电 今天丢掉华为的订单 它都不会受到影响 但影响非常的小嘛 那这是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你说现在呢 俄罗斯 俄罗斯对台积电下单 几乎可以不用去算你知道吗 今天就没东西了嘛 那没有的东西 那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的恐慌 但是既然大家在恐慌 当然行情就有低点吧 它就有一个位阶 可以让你去做布局 所以我说你真的 什么都不敢买 你就买台积电啊 但是你买台积电 你要有工资 要有方法 我讲过了 每一次当我的BIOS指标 来到相对低档的位置 有没有 导播帮我消下面 谢谢 你每一次BIOS指标 来到相对低档的位置 它就算不是绝对低点 它也是相对低的地方 所以恐慌的时间来临了 这个位阶反而是买点 这个这里不是 这里才是买点 可是呢 因为你买在这边 追高的关系 所以你杀下来 你不敢买了 但是呢 你如果高档没追 你拉回到这里 你本来就是应该要低买的啊 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才是你应该要去 入手的时机不是吗 所以操作要有公司 要有方法嘛 那我说我把它评估出来 我说今天俄罗斯 对台积电的影响 几乎是可以 说是没有的 那我想想看啊 如果当时华为的影响性 我们都可以顺利度过了 那更不用讲说台积电 现在所遇到 俄罗斯的影响性啊 所以当台积电 它还有空间 台积电未来会创历史新高 那你说台股 它要跌到哪边去 你说台股它会出现空头 很难吧 最大的全资网 现在撑着整个台积电了 台积电现在撑着整个台股嘛 那台积电也吸收了最大的跌幅啊 很多的卖押都是从台积电出来的 那这样很好 因为台积电呢 它如果未来上去了 其他的股票自然也会跟着上来 所以我说最重要的一档股票 它没有走空 它也没有在产业面 不管从产业面来讲 不管从它未来的走势来讲 它都没有走空 所以看得见未来的人 他会勇敢的在这个地方 下去做加码布局的动作 他会持续的买啊 我200块钱再买 400块钱买 你说我到600块钱 我还在买台积电 你想想看 我的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但是有人也跟我一样啊 索罗斯有没有 他卖了美国的科技股票 可是他持续加码台积电AD 而且此股增加4.4倍 不要说我说的啦 人家也在讲嘛 现在索罗斯何许人也 他当年放空泰积 造成整个东南亚 亚洲的所谓的金融风暴发生 那真的是一等一的强人 对不对 那这种强人 他居然呢 他居然在买台积电的AD 你看了你不会觉得很惊讶吗 他当年是在放空泰积的 他当年是做空亚洲股市的人 结果他现在呢 居然在买台积电的AD啊 因为他看到了台积电的未来嘛 因为他知道说台积电 他就是这么强 你只要度过了这个危机 下一个转机就发生了 那转机再来的时候 台积电再创历史新高 我相信那个时候又有很多人 想要去追加 但是核不在低档的时候 你明明就已经要买他 那为什么不在回档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呢 那包括就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也是一样嘛 我说这些包括材料 包括设备 包括IC设计类股 这个全部未来的成长性 都相当的可观 但是股价的涨跌 它是一时的啊 那你不趁着回档买 你要等到真的大涨的时候 才想到说 这支股票会买 这个股票真的 当时哦 我在那时候 那落下的时候 我就是应该要买啦 这跌下来的时候 我就当时候 我就应该要买一下 我现在就摊得油脆脆了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都遇到一样的状况 所以呢 每一次跌下来 就是最好的买点 可是最好的买点 你却又不敢出手 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人 来给你做协助啊 所以我说不只是台积电啊 包括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包括华力的部分有没有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偷偷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100.5元买的啊 那第二次呢 行情跌了326点 比今天跌的还多 照买啊 买在104.5元啊 后面来到亮灯 涨停板的时候 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我说你不要再追了 涨上来就不要追了 直接要买的时候 都是大跌的时候 真的大跌的时候 因为你大跌 你才有办法赚到这种涨停板 这才就是很实的涨停板 可是呢 当你呢 在大涨的时候 你去做追价 那很容易你也会被洗掉 所以我说 301年的华力啊 这其实它也没有变嘛 多头的格局没有改变啊 那你会今天会感到恐慌 是因为追在这个高点 但是呢 回档下来 对我而言 反而是最好加码 最好布局的一个时机点 不是嘛 所以不要害怕行情的涨跌嘛 有这种被低估的标的 一年赚10块钱 股价本益比不到10倍 那这种公司你买买 你要买啥 难道去买元宇寿吗 说实在的啦 像这种股票跌就是很正常 这种股票就算它跌到稀巴烂的 我也不会买啊 我当时60块钱就告诉你 反弹上来你要卖啊 现在破底菜创新低的 不是吗 元宇寿是什么 我讲实在的太虚了啦 我真要看不见 所以包括2388的威胜 这个也是啊 90几块钱你在买威胜的时候 我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布局车用啊 我在布局半导体啊 但是元宇宙 它就不是应该要去布局的方向 因为公司的成长性就没有那么高嘛 太虚的东西真的啦 虚虚实实 有时候只是为了炒作股价而已 那种股票我真的不会去碰 所以有一些个股 它的本质是好的 当它的价值大于它的价格的时候 比如像说在40块钱的生贸 比如像说在160块钱的得为 这个都是价值大于价格的时候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股票 它的价值浮现出来了 投资的机会浮现出来了 那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怎么做的 你又不想错过 像之前那时候生贸的涨幅 像那时候得为的大涨 那我建议你直接跟上脚步来 我有专业 我们一起来携手合作 我们一起来共创双赢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